作詞 李宗盛 李宗盛 很刺激 像是冒險一樣 跟其他組合的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 人多 一共現在有五七生 成員大概有一百多位了 当我的特写镜头在那么大的一个屏幕的时候 这真的是我吗 一片没有被人发现过大陆上长出的奇迹故事 其实我当时来到这里之前 我在参加Course团就有一个姐姐来问我 你想不想加入SNH48 当时我是只知道AKB48的 上网查了一下 原来真的有这个组合不是骗人的 那要不然就试试看吧 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挺有这种表现的天赋的 可是爸爸妈妈一直觉得做这种事情可能是歪门邪道 她们比较希望我就是好好地读书 然后以后出来找一份正经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试一下 一孤行了 就是直接签了合同 然后就打包心理就来了 我现在是在桌上的代文 然后我是TMS2 所以买了一张桌子 我把它称为床癌桌 就睡觉的时候 你把它推到床底 然后挤床的时候 再把它拉过来 然后因为我坐在床上 不是会很痛吗 所以呢就和他们 有时候发现我的床比较高级 因为和他们其他的相比 我有一个靠店 然后就不管他在干嘛 然后我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都靠看视频来记住 其实因为我以前的话 是比较宅的那种会计嘛 然后宅女的话 就会经常就在网上啊 然后那个时候 就从宅圈知道的 AKB4G 其实女生的话 应该都会对这种 女生偶像团队有点憧憬嘛 然后只好看到 在中国圈要建立姐妹团 就觉得说应该 要来详细一下会讨 好 我是SANGE 莫特的今天是我莫函 当时报名SANGE 当时报名SANGE 的时候是通过网上征选 书审 然后面试 然后中试吧 三轮 最后一轮是立刻就知道结果 就是所有的选手 在一个大礼堂里 然后我们当时的评委吧 来给大家就一个一个名字念 拿着一张单子 感觉就是像审判一样的一张 面试的时候就紧张了 而且尤其是感觉好像 因为我记得当时和我一组的 还有几个妹子的会议 然后就觉得她们先天性 就比我占了更多的优势了 当时很可爱的女神都有嘛 然后我觉得自己可能 不会就是进这边 当时的心里就是 听完这个我要不然和朋友 去喝一个下午茶 然后继续过我的大学生活 没想到就是进了 然后我是第一个被包到名字的 然后心里的想法是 哎呀 我要当明星了 哈哈 今天大家用最热情的口声 一起喊出这些 这位漂亮美丽努力的成员好吗 好 加入前的话 小女生想的应该 都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但加入之后的话 会认识到就是 一些比较现实一点的 比较残酷的东西吧 可能在外界的时候 你就多了一个偶像的光环 你就多了一个偶像的光环 可能在外界的时候 这实际上 在遥光线念的背后 可能会付出 比较多的东西吧 其实一开始的话 可能大家也没有什么通报 也没有什么 人知道我们的FM48 每天都在训练 但是可能会有一点 不知道自己训练了 到底是会的干嘛 感觉好像 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一种斗争吧 很多朋友都说 你就半年消失去干嘛了 就这样问我 然后告诉他们之后说 做明星啊 那你演了什么东西啊 一个人 两个人这么说 会觉得 没什么我可以坚持 但是到后面 有很多人都在这样质疑 我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在最一开始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真的是很容易放弃 而且我们最一开始 一期生有26个嘛 但是现在应该只剩下13位了 走了一半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能坚持下来 还是挺好的 至少就是如果我觉得 如果中途就放弃了 到现在肯定会后悔 你不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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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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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今天初学期 今晚四个大萌 谢谢大家 其实在台下我都是这样吃的 都说你压着人家 怎么说 就是做好自己吧 为了喜欢你的人去做偶像 而不是为了那些天天在背后骂你 就是黑你的人 SNA 48 SNA 48 现在的SNA 48 我觉得应该是像一艘 飞驰的船吧 因为 就是刚刚 因为我是一艺船嘛 刚刚进来的时候 可能就是 一个法子 然后它现在已经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所以 奇迹吧 算是 怎么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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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 没有被人发现过的大路上长出的奇迹就是 18岁是成年嘛 19岁就来到这里 然后现在 三年了 对我来说 就意味着是我的青春吧 就是 就是三年 可以说是吧 青春的最耀眼的灿烂的时候都留比较久 我希望 以后到老了也不会后悔自己有这样的一段青春 流氓的不变幻光 无间的大河 就算黑暗无尽 是 是 这是 你看 很长的 我们儿子 我们儿子 一块 是 是 我们儿子